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 新税务时代 就企业如果减税 因为这是川普他诉求的重点 就是从企业减税然后带动整个经济的繁荣 包括多雇佣年工还有多使用机器设备 那他有哪些重点呢 No.1 他说我把C-Cooperation从最高35% 把它挑向到21% 那这马上就竞争力了 对不对 那第二点呢 他说因为大部分的中小企业都是 就是说Path-Thru Entity 就是穿透式企业型 什么叫穿透式企业型 就是C-Cooperation LC 还有个体户 这个都做算里面 他说他要帮你把这个 你赚的钱 那个收入给你20%的省税效果 我几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C-Cooperation 你一年如果赚了10万 OK 他就说10万 然后待会你个人税的时候 他就是给你20%的reduction 就是说你就马上省掉那个2块 不用当收入来报税 这是他的诉求 那这个的话 他有几个条件要求 因为他也在强调他就是要增加 那个创造就位机会 多买一些机器设备 以便让美国经济能够繁荣 让美国再伟大 这是他一个诉求 因此他说你要拿到这个20%有几个条件呢 No.1 当然你最高可以抵税效果就是你 企业赚的利润的20% 对 No.2 他给你设一个范围 他说如果你今天是单身的话 你的收入 你的收入如果超过 超20万的话 他就说报钱就不给你 那如果是呼气的话超过40万 他就说报钱不给你 但是他又给你一个例外条款 什么例外条款就是说 如果你收入超过刚才讲的那个上限的话 他说那么你公司里面有雇佣员工啊 如果有雇佣员工的话 他根据整个公司薪水的50% 作为一个比较的条件 我看这是No.2 他就说这50% 他就说如果你成长超过那个上限 但他又给你一次机位 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你多雇佣员工 No.3 就是你如果你的整个个人的所得 如果超过他刚才讲的那个 20万单身还有呼气40万他也不给 所以说我们要研究如何能够得到他这个20%省税效果 OK那我把那个我们的一些研究的策略跟大家分享 No.1 假设说你现在是做不同的企业的话 他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要求说 我刚才已经讲说他基本上你如果超过那个20万40万 他是不给 今天如果你做的是一些服务业 包括看会计师、律师、医生这个行业的话 他说你只要超过那个范围的话他全部都不给 OK 但是但是对于那个其他的行业他不是服务性的行业 比如说像你买卖汽车零件的话 那就可以用我刚才讲说你用把薪水拉高 然后拿到50% 然后跟那个刚才那个做比较 所以是一种解套方式这样 所以我现在今天跟他讲说 一个秘方就是你要设法把你的总收入 那你几乎可以签得 假如不行的话 那我们有几个方式 第一 第一 你可以设法在公司里面弄一个退休计划 因为公司他现在的退休计划已经行之多年 很多企业省很多税 像我们常介绍的话 公司你可以设法 FOR1K SAPIRO 还有像我们常用的叫Define Benefit Define Benefit就是 它是一种很大神髓型的一个工具 像我们常常帮客户做的话 那Define Benefit 他可能的话一年可以做到二十几万 OK 所以说你如果说你比如说我收入有四十万这么多 如果单身的话 那我Define Benefit如果能够做给他二十几万 那你就马上掉到他的范围里面去 所以我这个是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 那除了这个以外还加上新税 他说你也可以买机器设备啊 来增加你的那个抵税额 像现在最新的设备 Define Benefit它的规定是说 你的新的设备的话 你在一百万额度里面的话 你可以买了以后 然后也可以当年都当做就把它抵掉 我几个例子 像我有些医生朋友啊 对不对 他们的办公室往往需要一些 像Otosan 还有X-ray Machine 都是上百万 那我有医生他们一年的利润 比如说两百万对不对 那我就叫做 No.1 你就买一个机器设备 那机器设备不要你自己出现 你跟银行借钱 Equimium Loan 比如借了一百万 然后买了一百万的机器设备 当年度 就从他两百万利润 马上砍了一百万下来 他剩下还一百万对不对 OK 那No.2 那我刚才讲说 他那个 像刚才退休计划 一个人可能可以做二十几万这么高 对不对 那我就帮他们规划 就说他们里面的老板 还有一些重要员工 那弄的退休计划 可能就弄到四十几万 所以刚才一百万的利润 你看四十几万就变成六十几万 OK 然后再加上其他的税规划 那么我们就有办法 从两百万 那社网把它拿到 这新的百分之二十 这省税抵税效果 OK 所以这个是你要利用新税网 怎么样把它缩小到 它的规定的范围里面去 然后再来第三 现在就是你要做节责 因为有些公司的话 他可能当初是拿W2薪水的人 那么假设说你有这空间 我可以变成一个合作 想像他讲说二十百分之二十 这个你可以考虑 那第四个要方 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是本来是单身 他的就是可以想做二十百分之二十 最高额度是到二十万的 那你结婚的话 马上可以跳到四十万 可以考虑要不要多加一个 你家里的partner 来帮你达到省税效果 OK 所以我是认为说 这个新税务时代 你要如果拿到他这个二十百分之二的 你一旦税省到以后 你还要下一步 是不是要把这个钱 放在某一个 可以帮你生钱又省税的地方吗 那我们现在有帮他做理财规划 那么第一个你可以说 你可以放在像他们现在讲说 annuity 年金 这可以把你的一些退休机会 像define benefit 或者是有些付1k的钱 可以放在这种年金方面 那你要放在你其他理财工具 像放地产还有这种股票 你只要能够尽量分散分散 这都可以达到你目标 那我是集体推荐商 他现在有一种就是省税型 然后又保证 不会受市场拖动的一种年金 这个是对大家会达到很多省税的效果 那里面还顺便跟大家介绍 他现在刚刚这种退休计划 他里面规划好的话 甚至都可以拿来做一些人寿保险 你可以放一些人寿保险在里面 那人寿保险当然不能放太多 可能25万 30万这么多 那这个年寿保险它最主要的效果就是 反正你这个已经省到税的钱 那把它放到这个年寿保险 你只要符合税网的一些规定 将来年寿保险 它比如说你保的25万对不对 那将来这个年寿保险 如果你服务它税网关系 那每年都该交的税都交的话 等到你将来如果真的有什么状况 这个25万是你可以拿到免税的效果 那这个你最好要跟你的会计师 等会好好的商量看要怎么规划 所以我把那个新税务 如果拉到27%的理税 然后把一些理财规划产品 跟大家介绍在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多多的学习指教 好谢谢